中国149成以深度老龄化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 当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 为深度老龄化 超过20% 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日本鬼子超老龄化老多年了 韩国棒子距离超老龄化仅一不知遥 但我们还真没法嘲笑两个邻居 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 这年头儿打篮球找场地越来越难 广场舞大妈越来越多 七谱数据以触目惊心的方式 印证了我们的直观印象 截至2020年底 我国已有149座城市 进入深度老龄化 其中以东北地区 黄河中下游 成于城市群 中部地区 以及长三角地区最为集中 东北36座城市全部上榜 为全国老龄化最严重地区 过去十年中 东北三省净流出1100余万人 且其中绝大多数是18至40岁的青壮年 在许多仍然开工的东北老国企中 常常能听到临近退休的大爷 喘着粗气抱怨 你说这年纪轻能干活的小瘪独子 都跑哪去了呢 山东省14座城市上榜 青岛 济南 烟台三座经济最猛的城市 全部位列其中 湖南省除省会长沙外 其他城市全部进入深度老龄化 年轻人扎堆去往东南沿海地区 加之此前计划生育执行到位 进一步稀释了青壮年的比例 四川省17座城市上榜 位列全国第一 乘域城市群的年轻人 大量涌入成都 重庆 使得他们成为为二城区人口超过2000万的大城市 另有一部分则直接前往东南沿海地区谋生 同样稀释了青壮年人口比例 这里面唯一的例外是长三角地区 江苏省深度老龄化城市十个 除南京 苏州和苏千奈全部上榜 浙江省深度老龄化城市六个 徐州 舟山 绍兴 胡州 里水 嘉兴 江浙两省的老龄化成因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生活水准和医疗条件普遍较高 客观上延长了人均预期寿命 青壮年进水楼台 加速向沪宁航苏永等核心城市涌入 嘉兴和绍兴两地表现最为明确的 他们在浙江省内经济排名中上游 却偏偏地处上海 杭州 宁波三大强林的夹缝中 这就难怪在嘉兴 绍兴的街上会感觉年轻人明显偏少 放任深度老龄化 必将万劫不复 这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我们很可能遭遇的历史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 豆瓣大神开始集体狂队内卷 找工作内卷 找对象内卷 上班内卷 生娃内卷 幼儿园内卷 上学内卷等等 有句朴实无华的神评论说 别再说什么人口红利 要是人少一点 就不会那么难了 谁能想到 这么条不嫌不淡的牢骚 都赚了好几万个赞 事实真的如豆瓣大神说的一样吗 国际上的经验是 人口下行之后 很快就会迎来经济下行 邻国日本 韩国都为我们提供了 现成的反面教材 前者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 后者则更是警告 最后一名韩国人 可能将于2750年消失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日本同时迎来了经济 飞速发展与婴儿潮 人口高速增长态势 到了80年代戛然而止 紧接着是老龄化 接踵而至 日本近30年来的一蹶不振 从表面上看 是广场协定 是日元大幅升值 是日本海外资产 惨遭狙击中下的恶果 但更深层次在于 社会陷入低欲望 经济便犹如一潭死水 从国家层面来讲 日本财富独步全球的神话破灭 让整个国家变得迷茫 落到个人头上 则是勺子化带来的低欲望 与社会固化不断加剧 女本柔弱 为母则高 日本青壮年和我们一样 哪怕自己受点苦受点累 也总想给孩子最好的 但社会压力过大 既得利益从不断凝固 便导致多数人看不到出头之日 如此一来 年轻人便会用不声娃来 默默对抗社会的内卷和不公 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小心 永之和美牙的二人世界 还能有什么欢声笑语 如果没有小丸子 有葬爷爷会不会变成患有 阿尔茨海默示症的自闭老人 不幸的是 动漫里我们不想看到的一幕 在隔壁韩国的许多家庭 正在发声 韩剧里祖孙三代同堂 其乐融融的场面 越来越少 比这更残酷的是 约四成老年人 在65岁以后 仍需继续工作赚取生活费 据统计 接近一半的韩国老年人 退休金少于5000元人民币 而5000元 恰恰是首尔 福山 人川这样的大城市 维持正常生活开销的下限 劳动力不足 随着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老年人预期寿命越来越长 这就导致缴养老金的少了 领养老金的多了 入不敷出自然见怪不怪 养老金是比沉重的负担 这几乎是韩国社会的共识 在这种情况下 健康 尚能劳动 成了韩国老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2016年被认为是韩国国运 急转直下的一年 但非常负责任的说 萨德不属 中韩关系恶化 只不过是诱因 高端制造业 服务业受到重创 外资加速出逃 才是本质问题所在 而这背后的原罪 便在于人口预期持续悲观 日本和韩国 是我们搬不走的邻居 至少2750年之前 他俩谁都跑不了 前车之鉴 对中国而言 格外具有警示意义 西普数据中 出生率和老龄化所暴露的问题 已经向我们发出警告 至少绝不能到了日本 韩国那不田地 再去审视老龄化与哨子化 说句不中听的 日本 韩国坠落的 至少是高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在 步入中等收入阶段 就自投罗网 显然对不起列祖列宗 正因如此 单独二胎放开没几年 无条件二胎 无条件二胎 还不过瘾 干脆开放三胎 你觉得养娃累 国家让你娃免费上学 你觉得娃上重点学校难 国家直接给你干掉学区房 你觉得娃长大了 买不上房 娶不着媳妇 国家憋出了共有产权房的大招 最近半年 我们遇上了太多百年未有之变局 核心意义似乎只有一个 一切妨碍生娃和共同富裕的bug 都要重新编写程序 在此大胆假设 下一步养老金入室 恐怕也要势在必省了 国家明白 真的到了一对夫妻养六对老人的那天 社会不出问题 算是有鬼 用心良苦 我们早就看在眼里 只是 这丝毫没挡住一部分地区 深度老龄化的到来 最为明显的 就是绝大多数深度老龄化地区产业 与楼市持续低迷 我的家乡就来自一座北方三线城市 都2021年了 钢铁厂 驻管厂 电器组装厂 仍是年轻人就业的老三样 与我的父辈并无差别 都2021年了 老家还有人相信10万元投资 8个月回本的创业神话 都2021年了 老家还有人会问 14%的年化收益率理财项目 能不能投资 每年有10至15万的青壮年离开家乡 真的没有一个冤枉的 产业形态脱钩 人口持续流出 楼市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而这已是全国深度老龄化地区 面临的共同难题 近一段时间 就连经济普遍富裕的浙江县市 也出现了大面积土拍底价成交 北方的沈阳 长春 郑州 青岛等核心城市土拍数据 同样很不提气 仔细看看 这些地方与深度老龄化地区高度重合 一手房去化周期不断延长 二手房横盘已成家常便饭 更极端的 像东北 四川 云南的一些地级市 甚至出现了论套卖的名场面 当然我并不打算告诉你 什么三四线城市不要买 深度老龄化城市不要碰 老龄化始终都是一个国家共同的问题 当深度老龄化 甚至超老龄化到来 没有一座城市能够独善其身 日本如此 严守县 青森县空城一个接一个出现时 东京和大阪的大城市病就集中爆发 韩国如此 归尾和江陵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 首尔的窝居就愈发在所难免 终于理解为何寄生虫能在奥斯卡神采意义了 真他妈有现实意义 然而我们有14亿人口 我们有完备的工业制造体系 我们有独立自主的战略安全考量 种种现实因素决定 中国不能随波逐流 而且还要有方法 而等无备 无惧昼夜 不辞劳苦 撸起袖子加油干吧